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蕃茄 还有酱会多些香料 当然如果你说我都很想拿上星期做那个酱来炒饭也没问题 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炒饭加一些甜甜辣辣的味道 变成了一些西炒饭类型的东西 这个星期我又来做酱了 这次做什么呢? 哇 你看到了 就是有很多烟肉在这里 那这次呢 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做烟肉果酱 都是叫果酱 因为是啤酒 是Bacon Jam 可以叫做烟肉酱 这个酱你可以用来擦面包 擦法式包 用来做菜式包 也可以 不如我们看看材料如何做 首先我这里有1磅 或者大约1磅多些 大约500克的烟肉 你可以选择厚切烟肉还是薄切烟肉 也没所谓 你喜欢说想要低盐烟肉也没所谓 看你自己买到什么 我这个呢 就是最普通的烟肉 它声称是素质的 另外就是有配上这个烟肉的 就是我要两个中型的洋葱 和2个葱头 如果没有葱头可以用洋葱 喜欢的话可以用洋葱更多 或者用4小时的洋葱也可以 另外就是调味方面 调味在这里 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有4个葱 全部都是4分之1杯 那有什么呢 这个就是 雪梨醋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上星期的 蘋果醋 或者再没有的用白醋 红酒醋 白酒醋也可以 大约1分之1杯 这里是一点咖啡 这是我自己冲的咖啡 是比较浓的咖啡 特别的咖啡 浓味的咖啡 这里也是4分之1杯 接着这里有4分之1杯的枫糖 还有4分之1杯的 这是一个黑糖 你喜欢的话可以用黄糖 即是白糖 虽然它英文也是冲的咖啡 但是这一只就是那些 类似台湾的黑糖 那我看见家里有 我就用了这个 你说再没有的 你也可以用白糖 这里就有少少黑椒 材料就是差不多 除了可能要加少少水或者盐 就是这么简单 第一样东西 我们就把烟肉切碎 然后我们就切洋葱 还有就是切干葱 把烟肉切到 好了,我們現在回來了 首先,我們預備一個平底鍋 可以用平底鍋,不過要有少少厚度 或者用一個鍋子 這個鍋子是冷的,還未開火的 先把Bacon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鋪勻 然後就可以開中火 然後就慢慢煮Bacon 開始有些滋滋聲,有些蒸氣 然後慢慢撥開 攪拌一下 讓它散些Bacon 現在這個步驟就是慢慢把它的水氣出來 然後就開始 它的油也開始慢慢出來 我們給一點點耐性 現在有很多水出來 看到嗎? 那就正確 接著我們的火 就是慢慢等它 看到這些水出來 當它這些水蒸發完之後 它的油就會迫出來 然後就可以自己 進行炸這個煙肉 開始它的水蒸氣 就越來越少的時候 它就已經開始炸的程序了 然後呢 接著就開始有少少它黏住 一些底 有少少 有少少黏住 然後就變成一粒粒金黃色的 的 東西就會黏住在那個鍋底 這些都是好的東西 好的味道的來源 但是呢 我們就不可以冷 這段時間也是要拌炒著它 看到底的位置開始 油 剛才是透明色 偏白的 現在就開始偏黃了 這些油來的 已經變成了 而且金黃色開始出來了 現在呢 輕輕地拌一下它就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不會再黏了 因為它已經不會再黏了 看看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已經炸到它 看到它很金黃的了 油的部分 你看到 已經收了很多了 然後 接著呢 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 隔掉油去 看看多少油 差不多一杯油的了 我們就把油在這裡隔著 我們就下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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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剛才那些 bacon油那裡 就拿一匙匙過來這邊 這邊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把洋蔥 那些 乾蔥頭那些 就可以炒它 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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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洗掉它 它是一個 滋味的來源 來的 所以我們呢 就可以 透過洋蔥在這裡這樣炒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吸收了它下面那裡的味道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下一點點 那麼多鹽 為什麼呢 你說哇 那些 非常困難的了 這個 洋蔥這裡呢 我下鹽 不是用來調味 而是讓它 容易軟身軟化 一會兒 炒出來 它就容易 將它的水 逼它出來 這樣就容易 軟 炒也會容易 當洋蔥已經炒到 這些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其他的調味料 放進去 這個就是 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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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咖啡 還有就是咖啡 還有呢 最後我們就把蜂糖放進去 拌勻 再放一點熱水 兩匙斤 很香啊 然後我們再次煮滾 現在它開始 很多煙出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蜂糖放進去 看看蜂糖 那些蜂糖 已經炸到很乾身的了 我現在拿著了 雙手 都是不肥的 而且不是很脆的 那平常 如果想做蜂糖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做 然後現在我們就全部放進去 如果想吃碎一點 你可以再把蜂糖切碎一點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這個 這樣煮出來 有一點點牛口 就會開心一點 所以呢 我就不 不再切碎它了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用再小火一點 中小火 甚至就這樣小火 慢慢地煮它 煮到呢 因為仍然都是很稀 下的嘛 這樣煮到呢 這裡的水 收回去 變成呢 結身 這樣呢 那就完成了 差不多 它呢 開始呢 收緊一半汁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黑椒放進去 再攪拌它 然後繼續煮 現在我們開始呢 例如攪拌它 推它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好像很重身 比較黏著 這樣呢 都差不多了 我們呢 再煮多它一會兒 那另外那邊呢 前面 聽到一些薄薄聲 這樣呢 就在這裡煮玻璃瓶了 現在呢 已經淋到尾了 煮好了 淋到尾了 最後呢 我們呢 加少許薄薄味淋加 下去 少許就可以了 讓它呢 煮到它呢 味道呢 香少許 大概有這麼多度 然後呢 就拌勻它 這樣下去呢 加了下去呢 它就 即是光澤 就更光 更漂亮了 然後呢 我們拌勻它 去掉之後呢 拌勻它 拌勻它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現在是一個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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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一個醬 這樣呢 大家看一下 不太漂亮嗎 其實它已經是很少油的了 油份 我們已經... 已經炸了它出來的了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好像一粒粒的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 食物調理機 打碎一點點 都可以的 但我覺得呢 這樣呢 就放在麵包裡 或者餅乾裡 就好 好看又好味 回來了 我們的醬組好了 現在呢 就可以入瓶了 那這裡呢 好 我們回來了 看看這隻醬 這隻顏色多漂亮 這隻叫做果醬 但其實它沒有果類 都是扣洋蔥 和醋 糖 來令到它 好像很黏黏的感覺 平日呢 平日呢 就算你吃 自己在家做 漢堡 扒 那些呢 放在上面吃都可以的 放麵包 也可以 今天呢 我就用一隻 這樣的 很多 很高纖的 來陪你吃 吃 嘗嘗 好吃 我今次選擇 醋 糖 咖啡 和 酒 四樣東西 的比例 全部都是1比1比1 如果你想嘗嘗不同的味道 做出自己喜歡的醬的味道 你可以在比例上 自己可以調整一下 譬如想甜一點 你可以加多一點糖 你想稠一點 可以加多一點醬 如果你想再酸一點 你又可以加多一點醋 不同的配搭 可以做出不同的質感 亦都可以玩一下 不同的糖 不同的味道 的醋 今次呢 我再加了一點點咖啡 其實呢 煮的時候 你就會聞到有一點點咖啡味 但是呢 到 吃的時候 你是吃不到的 是有一些 它會加重一種香味 一個層次 但是它不會說 你吃到一陣咖啡味 你就是不會吃到的 好 今天呢 我介紹就是這麼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